今天去鲁迅故里 太阳比较大 看一下 以前这里是游客中心 一般就是外地的过来 可能需要就是到游客中心来进行一下登记 然后领票 然后我们这里有一点好 就是基本上是所有的景区都是免费的 给你们看看明珠脊梁 这是鲁迅笔下的一些小朋友 当然有实际的人物 也有虚构的人物 这个应该就是鲁迅小时候 有可能是鲁迅小时候 然后这个应该是寿静吴老先生和鲁迅吧 应该是 我们一点一点看 有 看一下有没有营业 太早还没营业 大致先给你们看一下 一个一个游 这是鲁迅祖居 鲁迅祖居应该是鲁迅的 我看一下功率 看一下功率啊 拿上手机给你们慢慢解释 这个鲁迅故里的时候 它是包含三个地方 有鲁迅祖居 然后那边是一个三位书屋 一会儿还有百草园 百草园的时候 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啊 一个百草园 一个三位书屋 还有一个鲁迅祖居 一个一个来啊 做成好几期节目 民族吉良这里 合影一下 不行太远 然后这边就是只有早上上下班的时候 这个这条路是可以允许有这个电瓶车 自行车进出的 平时的时候是不允许的 到八点半就关闭了 看一下对面就是三位书屋啊 现在还不能进去 一会买 时间到了 然后用身份证登记一下 就可以了 这个位置打压 看不到船 这 这个 我带到山里了 对吗 罗子会 这一次行吗 这一个人 这一个人 它是这样子的 60块一只船 一个人也可以坐 两个人也可以坐 三个人也可以 实际上算下来不贵 它是从这面坐 然后坐到那个省员 省员的时候 应该是 路由的小三吧 唐湾 路由给小三 弄的一套房子 我们先来逛一下全茂吧 也不远 你看就这点路 一会我在每一个景点 给你们大家转一下 当然节目可能分成很多期了 我这自拍杆还是稍微有点短 这些就是一些商业节 这些就是一些商业节 ITY 没有 我还不愧 根本来想看 我这就着不得了 我这个人 我这就不得了 我这就多说 我这就不得了 我这就不得了 你这么有一天 它这个属于倒滑了,按照道理的话,驾驶员应该在后面。 然后一般都是一只脚,蹬,然后另外一只手呢,基本上是不滑的,手作为转舵,你看,它现在转过来了。 好,这里属于一个掉头的一个地方。 实际上,如果说在你到稍微开阔一点的地方,不是用手滑的,都是用脚。 用脚滑,这个手上的这个脚基本上只作为转方向,这么一个功能。 这里是一个里面走进去,以前是我一个客户啊,就是这一个景区的一个管理办公室。 就前面的小门进去。 然后这个黄酒馆的时候啊,就属于下扯蛋了啊,跟这个文物估计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好,我们继续往前走啊,去吃一个正宗的臭豆腐。 这个臭豆腐有点历史了,像以后你们过来,这些都不要去吃什么火爆鱿鱿。 我们去找一家叫王老汉臭豆腐。 那家臭豆腐是,基本上是最出名的。 然后刺乌打面,口味也不错。 你们可以看一下那棵树那里,绿色的树那里。 那里以前就是贤横酒店,我小的时候还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就是鲁迅笔下的那个贤横酒店。 就是孔一级的排出三文大前的那个贤横酒店。 但是现在改的已经不成样子了。 风貌还是有一点啊,到时候以前是我们本地人还能,就是属于本地人的一个小饭店。 现在纯粹就是给游客吃了,我们是这个价格接受不了了。 可以看一下啊,这个鲁迅幼儿园是属于我们这里当地比较好的一个幼儿园。 一般人可能还进不了。 你想到这里来读幼儿园是不大可能啊。 我现在帮他们都可以被评了。 很 computers。 很好。 没看到所以这些轻人会是不准备的装置。 绿色很危险。 第六位结局改网中的老船在开jak市池。 未遵琴房구요。 感谢观看